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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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 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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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作組合在17人歌曲 朱�青水 我讀書時經常表演 但成員林二汶和盧凱彤分開發展之後 各自有不同的工作 盧凱彤還試過幻想抑鬱症 幸好現在沒事 不知重新投入工作 他會否和舊拍檔合體 At Seventeen的林二汶和盧凱彤分開發展 已經有五年了 一眾樂迷最期待的畫面 當然就是他們合體 這日林二汶帶著私底李十一出席音樂會的時候 他就說At Seventeen要重組 才要完成手頭上的工作 之前傳說At Seventeen有機會重組 是否真的有好消息可以帶給大家 是呀一定有機會的 我們經常有說的 我們經常都會說的 因為每個的周年都是十二十 我們想搞一些十五半 十五年半 十一周年留給你做 我們搞學校十七周年 因為我 阿羅一鴻接下來他又在做自己的項目 我也是有自己的音樂項目 所以我們經常計算數 究竟我們應該何時一起去呢 希望一七年 我們經常都說的 但是究竟是否呢 就要遲些我們再談清楚才公布 林二汶獨立發展之後 多了機會去不同的地方出秀 他說不同地方的粉絲 都有不同的性格 當中北京的粉絲就最熱情了 一坐在一個Live House 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大家第一次見面 每個表演都是約會 第一次見面 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 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性格 有些地方 例如深圳和上海 會比較害羞 但是北京很熱情 北京是他們真的要衝上去 你知道那一刻你玩Stage Drive是可以的 你跳下去他們會接著你 對 怕危險嗎 有時太熱情也會害怕 我怕他們危險 如果我玩Stage Drive 可以 我也是不會的 所以我想的 但我先減肥後 減肥後玩Stage Drive 參與這晚音樂會的還有湖林 她說夏天最喜歡去沙灘曬太陽 還曾經在海裡 不小心脫穿泳衣 不過看她這天的打扮 就完全感受不到她的陽光氣息 你今天穿得不算是很夏日 這個造型師的安排 可能是怕我個人有寒體 怕 所以給我多點衣服 但海邊是比堅尼 在沙灘的衣服 可以接受嗎 比堅尼嗎 下面可不可以穿熱褲 可以 可以 上面穿肩背心打裂 可以嗎 這個就是底線 是 接下來湖林會推出新碟 她說不僅會負責填詞 還會作曲 希望可以帶多些驚喜給歌迷 韓國男團SSS50